撒末尔记上第十四章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那边 到菲利士人的房银那里去 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 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 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在那里有雅西图的儿子雅西亚 穿着以福德 雅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 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 以利从前在世罗做耶和华的祭司 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丹要从爱口 过到菲利士房银那里去 这爱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 一鸣波靴,一鸣西泥 一封向北与密抹相对 一封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卫兽阁里人的房银那里去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 随你的心意行吧 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 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 你们站住 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站住 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 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使菲利士的房兵看见 菲利士人说 西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房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 你们上到这里来 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 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 你跟随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丹就爬上去 拿兵器的人跟随他 约拿丹杀倒菲利士人 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 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 都在一亩地的半离沟之内 于是在营中 在田野 在众里内都有战兵 房兵和掠兵也都战兵 地也震动 战兵之势甚大 在遍雅敏的基比亚 扫罗的守望兵 看见菲利士的军众溃散 四围乱窜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名说 你们查点查点 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 他们一查点 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 没有在这里 那时神的约柜 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 菲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达了 扫罗就对祭司说 平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 看见菲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 大大黄乱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菲利士军的西伯来人 现在也转过来 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连山地的以色列人 听说菲利士人逃跑 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 一直占到伯雅魂 扫罗叫百姓启示说 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 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 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 就极其捆备 众民进入树林 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 见有蜜留下来 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 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启示 所以伸手中的杖 用杖头站在封房里 转手送入口内 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 你父亲曾教百姓炎炎的启示说 今日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 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连累你们了 你看 我尝了这一点蜜 眼睛就明亮了 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 击杀的非力士人 岂不更多吗 这日 以色列人击杀非力士人 从蜜末直到雅雅伦 百姓甚是疲乏 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在于地上 肉还带血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 百姓吃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说 你们有罪了 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你们散在百姓中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将牛羊 牵到我这里来 宰了吃 不可吃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 这夜 百姓就把牛羊 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谈 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抢掠他们直到天亮 不留他们一人 众民说 你看怎样好 就去行吧 祭司说 我们先当清净神 扫罗求问神说 我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你将他们 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 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你们百姓中的长老 都上这里来 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 我指着 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 他也必死 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一边 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 百姓对扫罗说 你看怎样好 就去行吧 扫罗祷告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求你指示实情 于是 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丹来 百姓尽都无事 扫罗说 你们再撤迁 看是我 是我儿子约拿丹 就撤出约拿丹来 扫罗对约拿丹说 你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我实在以手里的杖 用杖头 沾了一点蜜 尝了一场 这样 我就死吗 约拿丹啊 你定要死 若不然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 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 这样大行拯救 岂可使他死呢 断呼不可 我们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连他的叶根头发 也不可落地 因为他今日 与神一同做事 于是 百姓就约拿丹 免了死亡 扫罗回去 不追赶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 也回本地去了 扫罗执掌 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击他 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 和索巴诸王 并非利士人 他无论往何处去 都打败仇敌 扫罗奋勇攻击 亚马利人 救了以色列人 脱离抢掠 他们之人的手 扫罗的儿子 是约拿丹 一师为 麦基舒亚 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名米拉 次女名米甲 扫罗的妻 名叫亚西暖 是亚西马斯的女儿 扫罗的元帅 名叫亚尼尔 是尼尔的儿子 尼尔是扫罗的叔叔 扫罗的父亲基氏 亚尼尔的父亲尼尔 都是雅别的儿子 扫罗平生 常与菲利士人 大大征战 扫罗遇见 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地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地疼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 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 便慈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数显阳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心香之气 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 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 叫他活 这是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力混乱神的道 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诗篇 第143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呀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 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是义的 原来仇敌逼迫我 将我打倒在地 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 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 盼与一样 耶和华呀 求你速速应允我 我心神耗尽 不要向我掩灭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 你慈爱之言 因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耶和华呀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我往你那里藏身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你是我的身 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耶和华呀 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火 凭你的公义 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 凭你的慈爱 剪出我的仇敌 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 因我是你的仆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